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的草根 必须确认两辆车中的铁片 都是浸染了稀释2000万一倍的血水 否则即为挑战失败 草根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挑战吗 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你们好 欢迎欢迎 神太好 我叫李维甫 来自于厦门市公安局竞权队 训练竞权42年 42年 今年60岁 这是我的爱犬 草根 草根 为什么要叫草根啊 对他的期望像草一样的低调 您觉得什么样的名字是高调的 高调是王子啊太子啊 这说错了 他是属于哪一种警权啊 他是一个专项的血迹搜索权 主要就是在命案上应用的 就是宋大的杀人案 有一些案件过后 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对现场进行清理 他破坏掉了他在现场作案的时候留下了很多证据 包括有的时候在室外发生的案件 比如说如果案件发生完了下了一场暴雨 是吧 现场的血迹啊 有些东西可能会被破坏掉 他可以找到已经被暴风雨冲刷过的血迹 对了 是吗 这个很了不起 就是在人类用肉眼 用我们的感官已经完全找不到的那些血迹 对 为什么 这草根听说有很强的绣角 通常一般的警权呢 是人类的四百倍 几万倍 好几千倍 几万倍 今天我们要挑战极限 假如我滴脊滴血 草根一定会找到 他一定能找到 我要是就是所有的精权都不能找到的 嗯 假如草根能找到 那他就是挑战了极限 世界上最厉害的一条狗 首先在现场我要征集一位志愿者 志愿者 为我们献血 要给血的 为了公正的原因 他们两位要离开之类的 因为一旦这个血液抽出来 草根在现场 他的嗅觉就会接触到 所以为了让他完成后面的挑战 不至于现在受到干扰 我们有请李警官带领草根 到我们的第二现场进行等候 好 好 稍后见 这个大概有多少 呃 入入五升的水 一滴血 只等于 0.05细细 很少的 给它 先放成五个厘米 一滴 变成五十万滴 你根本看不见 接下来就要见证的是 新医生 往五升水的水缸里 进行稀释 哇 哇 看到没 哦 还能看到 哎呦 在这儿 在这儿 像水母一样 水母 水母 水母最后渐渐消散 归于大海 给它调一调 这完全就看不见了呀 所以现在 李博士 嗯 蒸的水 进去以后被吸湿了多少倍了 这一滴通常是 0.05cc 五十万倍 这个就是一场 狂风暴雨的意思 现在这 一个cc雪里边 那个 平均只有一个红雪球 所以很少了 但是现在用我们的测量的工具 还是能 能检测出来吗 应该 这个是我们在公安实践当中 经常使用的一种 测试人体血液的 湿纸条 如果在湿纸条上面 出现两条线 就是在C区和T区 分别各出现一条线 就说明我们被检测物 是含有人体血液的 如果只出现一条线 只在C区出现 T区不出现 那就说明 我们的被检测物 不含有人体血液 或者是血液含量极低 以至于无法检测出来 那接下来就请您用湿纸条 来帮我们测试一下 这五升 水里面的血液 现在还能否产生化学反应 我们平时在做训练的时候 在稀释的时候 没有做得这么严谨 它就是做得比较严谨 而且带着针头一滴血下去 张大夫要从这个纯净水里 提取一些不含血液的水 然后同样用这个湿纸条 做一个含量和成分 它就会显现出两道杠 咱们看到这个湿纸条上面 在检测区出现了一条带 其实由于血液含量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带也会比较浅 因为确实西市的倍数太大了 它已经到了它这个试验呢 最后的限量加二十升 那里边的血球很少了 而且细胞膜都会破了 根本看不见 王立红的血液在里面已经被稀释了五十万倍 已经二百万倍 完全是清测透明的水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你那一堆血在里面 二百万倍 对 太稀的时候做DNA也做不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只出现了一条带 也就是说二十升水当中的血液含量已经极低了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停止了 这是我们的科技的极限 可是狗狗能够达到吗 一般的狗狗不能达到 对呀 所以这个来挑战的草根 能达到吗 今天的草根能达到吗 实验当中我们也做过血液稀释 但是能够稀释到这么多倍数 从来没有做过 没有 什么意思 我们要更进一步打破世界纪录 上道具 还有道具是吗 还有道具 上道具 我的天哪 这个道具 最厉害了 消防车 一滴已经被稀释了两百万倍的血水 加到整个消防车的水箱里边去 李博士 我以前是崇拜你 现在我开始害怕你 害怕我 你不是一般的人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那问一下这消防车的这个水箱里是有多少生水吗 我们问问我们问问消防员们消防同志 十吨多少十吨十吨十吨 天呐 十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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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大 太大了 二百万倍在一万身就进去 两千万亿 两千万亿 不是两千亿 两千万亿 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怎么得罪过您还是怎么着 您这 来吧 车都开来了 来吧 来 用四管抽二十生里边那个有血的抽一管给我 这一小针管液体 已经到了李博士手里 在这边 我看李博士低多少金钱啊 大家注意 真的是一滴啊 就一滴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消防战士 开启我们消防车的循环系统 搅拌消防车里的水 我问一下班长 咱们这个循环系统大概多长时间 能够把整个消防车里的水循环一遍 大概五分钟 为了更充分的让这一车水 和刚才滴进去的这一滴液体融合 我们决定把时间提升一倍 十分钟 开始了 我要等它翻腾起来 快一点 这才像 这才有了 现在有了 现在应该有了 现在这个循环状态对了 现在开始计时 以这样的状态 让它循环十分钟 十分钟过后 刚才那一滴溶液应该就能与这十吨水完美地融合 这真的是我们有史以来挑战流程最为复杂的一项 好 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五分钟 五分钟 我们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 还要五分钟 还需要五分钟 可以了 我们让它彻底的搅拌 稀释了两百万杯的血水 在科学遗迹上达到了极限 已经无法再检测出来 而循环在消防车里的一滴 两百万杯的血水 早已消失不见 挑战难度 突破人类血迹检测极限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七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银纸循环 续荣液 已经现在遍布整个消防车了 再拿个干净的两杯 好 从里边取出一杯 两千万亿倍的荣液 用稀测的血 我的天 剩下的去救人了 我的天 地球上目前没有这个科技能 没有这个科技 没有仪器能做了 两千万亿倍啊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相当于在中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我们放一颗直径七厘米的苹果 接下来我们就该让草根来了 到底会怎么测试草根 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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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上到去 上 到 去 我的天 拜托导播把咱们挑战者那边的信号切掉 因为从这开始就别让他们看到了 切断 等待区挑战者李维福警官和草根的观看信号 请 请 挑战助手 哇 我的天 天哪 接下来 李博士团队将制作密封样本 15位挑战助理手中都有一个用密封袋密封好的金属箱 另外还有两位挑战助理 一位拿着16块铁片 而另外一位挑战助理拿着目标盒 首先 科学团队将制作3 9号 13号 8号 将作为草根绣炭的目标样本 而另外两个铁片则成为草根寻找的目标样本 挑战助理将两个目标样本和其余13个只进染过消防车远水 随即放入15个箱子当中 所有的手提箱均已制作完毕 请挑战助理统一观箱 有请我们的贾教授和金医生一同一步场外 真正的挑战将在场外进行 场外一字排开了15辆汽车 这些汽车就是我们的挑战的终极道具 现在我们来到场外了 现在我们现场有15辆车 为了保证严谨 手提箱的顺序完全随机打乱 15个箱子再次被打乱顺序 挑战助理将箱子随机放入15辆密闭的车中 经过重重设置 想要找出浸染了2000万亿被血水的两个铁片 就如同大海捞针 挑战难度已经突破极限 草根能否从15辆车中 找出稀释倍数高达2000万亿被的两个铁片 我觉得这就是挑战不可能 接下来现场准备好了 我们有请挑战者李维福警官带着草根来到场外 草根加油 变重的时候 心里是没有 也是蛮紧张的 挑战开始前 草根要先对稀释掉2000万亿被的样本血液 草根将对现场的15辆车进行搜索 若能找出董青和李多士指定的目标血液 极为挑战成功 稀释了2000万亿被的血水 连现代仪器都无法检测出来 更何况两个浸染了2000万亿被血水的小铁片 这样突破极限的难度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的草根 能挑战成功吗 您和草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起 好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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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了 草根兴奋了 憋了半天 走 走 走 好快呀 走 都没有 很专业 拖 收 高兴 收 收 收 来 收 确认吗 心里是没有底 五十万倍 极限了 仪器都找不到的 二百万倍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这个只是两百万倍 还不够稀 高防 略形金刚啊 我的天啊 消防车有十吨水 十吨 十吨 天啊 两千万亿 我的天啊 难度大 太大了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确认吗 我看见李警官举起了手 您确认是八号车吗 应该确认 好 李警官确认了第一个目标车辆 八号车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站到车前 锁定八号车 好 挑战继续进行 好 松 走 二 zd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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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萬億 我們沒有辦法檢測出來了 我的天啊 我不相信它會成功的 只有一次挑戰機會的草根 必須確認兩輛車中的鐵片 都是浸染了稀釋兩千萬億倍的血水 否則即為挑戰失敗 草根能完成這個不可能的挑戰嗎 來 走 謝謝 好 在最後一輛車15號車的時候 草根再一次向他的主人示意 他找到了目標 有請我們的挑戰助理鎖定15號車 走 我們的挑戰到這裡結束了 現在8號車15號車前面佔了兩名挑戰助理 我們有請8號車的挑戰助理和15號車的挑戰助理 取出手提箱 也請我們的挑戰助理 將手提箱帶到我們的評委席 我們即將當著三位評委和所有電視機前的觀眾一塊 進行驗證 好緊張 李博士您親自來吧 犬類的嗅覺究竟可能會靈敏到什麼程度 這個數據可能在今天會重新書寫 開了啊 看看 交給我們的鏡頭 兩千萬億 我們沒有辦法檢測出來了 人類的技術到這兒就止步了 兩千萬億 到這兒就止步了 止步了 儀器都找不到的 我們沒有辦法檢測出來了 人類的技術到這兒就止步了 儀器都找不到的 就好 浩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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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第一個被她找到了之後 一方面是高興 但另外一方面又增加了一種緊張感 因为如果那50%不成的话 他这次挑战依然是失败的 两个全部找到 才算是挑战最终成功 两千万亿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一气都找不到的 只有两个全部找到 才算是挑战最终成功 太了不起了 我们见证了一个 历史性的时刻 草根 太了不起了 经过了前面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经过了如此繁复的 每一步的实验的步骤 最后我们确认了 草根在这样极限的环境下 他能够通过他的嗅觉分辨出 被稀释了挑战成功 我们的更加公平公正的 来展示给观众 我们接下来有请 剩下的13位挑战助理 统一打开自己的箱子 然后统一接掉上面的 我们的标志 震撼 13个箱子全部确认 图 唯独在当中的这两个 写着有的箱子 被草根一次找到 挑战完美 你感觉怎么样 您设计的这道题 太厉害了 今天是大开眼界 所以今天 李警官跟草根两个是 真正挑战了不可能 所以非常非常值得赞员的 接下来 李警官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们 祝你们好运 你以前有没有找到一个像草根 这么厉害的 各不同 19岁的时候开始从事这个专业训练 他们是做追踪啊 鉴别啊 所以你也是培养各种各样的 对 草根它是在伊南命案上 应用的犬 像一条这样的警犬 从训练之初到它可以执行任务 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训练好的 最低最低得要两年时间 那草根参加过多少起案件的破获 草根来讲它是个新犬 但是来讲它破案是去年底 11月3号 有一起杀人案件 一个男的杀了两个人 一死一伤 警察发现到它有嫌疑 捡了一把堂皇刀 把堂皇刀带回技术部门去 另外呢 把它洗过的衣服也带过来了 找不到丁音 把我叫去了 我当时带着草根 在那去以后呢 那就说最后把衣服和刀子 分别放到车里边 一个形式20部车 放刀子那个也是20部车 草根收到放刀子那部车的时候 马上就反应了 那收到它后20部车的时候 衣服上也反映出来 有血液气味残留 最后技术部门把这把刀子给拆散了 发现就在罗文里头找到一个死者的细胞 其实您今年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 但是是不是还会继续训狗 退休在工作上是终点 但在研究上来讲 我觉得还不是终点 我认为是开始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通过我的训练 我要研究出来 我的犬究竟节点在什么地方 我希望把我研究的东西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草根 在现场里发现更多的作用 这是我终身的想法 没法看到你更多的 其他你训练出来的那些英雄的警犬 还有一条痘痘 痘痘它是连续三年 会评回攻勋犬的 但是它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伤了 后腿跨关节脱臼 手术了三次 这是豆肉 这是手术 最后一次手术的照片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恢复的还可以 那就是豆腿 这是豆腿 来 豆腿来 大家好 我是李维福的女儿叫李倩 欢迎 在你眼里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犬比对我和家人还要好吧 然后对我比较苛刻严厉 很少和我说感性的话 唯一的一次就是 在豆豆受伤的事情上 每一天他都会给我打很多的电话 发很多的信息 虽然内容全是围绕着豆豆的精神状况 身体状况 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他有感性的一面 这个是让我觉得蛮有感触的 其实我来讲 很对不起 对不起他 因为年轻的时候来讲 就是在从事竞选这项工作 原先在搞教学 当辅导员带学生 所以带学生有的时候来讲 基本上就是说 忙于这个学生的训练 小的时候我也很少去照顾他 所以说家庭的事情来讲 就料给我的太太和他了 有的时候确实做得不好 今天这项挑战真的非常非常难 难得超乎想象 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当时怎么说呢 因为我真的是看见我父亲所付出的努力 都在这一刻展示给大家了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理解 但是事实上呢 的确现在每年有通过血迹搜索犬 每年有三千多起案例 都是侦破了的 然后我父亲在今年的三月份 也获得了公安部颁发的2015年的 优秀技术人才一等奖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非常地骄傲 我会一直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 然后陪他一起研究血迹犬 我希望爸爸你可以继续挑战 下一个人生的不可能 退休并不是研究的终点 好 那我想今天 李警官和他的警犬草根 最终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决定是 有请李警官和女儿李倩 共同走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经过重重难关设置 连人类科技都无法完成的挑战 草根创造奇迹 打破极限 这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李维护警官的多年训练 希望李警官能将训练犬的知识 传给更多的人 协助公安机关 获获更多的案件 维护社会安定 人民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